朱子清的相亲路十分坎坷 第一个女孩已经定亲了 结果对方得劳病死了 第二个女孩本来要定了 结果老妈子看网 回来报告说 那个大小姐脏了满旁 昨天一直脏没得满一圈 旁边以太太生的二小姐 倒是满眉腰条 朱夫人又让人去跟二小姐说亲 女方家里就生气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三个女孩本来要定了 朱夫人突然打听出 那个小姑娘是保养的 屋里面到亲身那样宠 就放弃了这门亲事 后来朱子清的父亲得了伤寒 亲到扬州名医五位三来诊治 得知五家有个女儿 朱家便托人去探口风 五一生觉得可以相亲 朱子清的亲死者 才三次顶了下来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 已经快站上追星圈 食物链顶多的李白 其实也是一个小谜底 她的卸调绝对是真爱 因为是普通斯莱利人 所以利博只能在死里面 亲偶想起来 我自己得划 去藏你晚生 他能活一个好朋友 邓高楼时他说 解到成江 静如恋 令人尝意 谢玄辉 登上山顶后 他说 三上怀蟹条 睡淡望长安 别个从他已经鬼种的礼物 他不先写一些别个 而是现在自己的 我想吹雪的菜 也哄皮 我一蟹条 施上雨 说风萨萨 吹飞雨 蟹条一眉青山空 后来寄之 有阴公 想发牢骚 就写出了著名的 盆栏文章 建安谷 中间小谢又轻发 去参观了别人的豪宅 又说 宅进青山同蟹条 门锤碧柳 四陶浅 这真是别人的法 的快 要是协调 和李博士同时 来的人 估计李博 比兜夫还疯狂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 打游是不在乎格律 也不在乎队友和评测 但一定要押韵 像创始人张打游的永雪 将上一笼筒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但真正的大友是法阳光 打的是军法张中昌 因为他妈的吻华 还老我想服用风雅 乔毕刘邦 写一首笑刘邦 听说向云立八山 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 奶奶早已回佩县 去了一趟泰山 写了一首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头戏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戏来上头粗 这和乾隆的永城墙 简直不相上下 远看城墙 尺居居 近看城墙 锯锯齿 若把城墙倒过来 上面不锯 下面锯 所以乾隆些 死完多少次一艘 都不需要我们 卑斯有道理的 另外他还会 乾隆的打冰湖 打冰湖 冰湖大 打冰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打 哪个还急着打冰湖 盘的侠于火呀 我自己的打冰湖 里面的打渴吗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 李济是中国最早研究人类学的 刘洋博士 也是中国考古学之父 1924年 美国有个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 他们写信邀请在南开大学的李济一起做发掘工作 李济提出了两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条件 第一 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乌所团的合作 第二 在中国决去的股必须留在中国 对方讨论之后 回心说 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 那就是 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 于是李济从南开大学辞职 加入了这个考古队伍 李济提出这两个条件有几横的 从短期来看 他为后面的因须发掘提供了资金来源 从长远来看 他既维护了五方主权 又保障了公平合作 私利用我孩子搞扣眼的优秀范例 后面的中外活作都能依次为参考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